自从习近平上台后,一体万反腐,这使江泽民派系官员纷纷落马,尤其是徐才厚、周永康、郭欧雄这些江泽民标签性人物,使提搭他们的江泽民,脸面极为难看。 同时,习近平对老人干政也极为反感,不断出台措施限制老人们的影响力。 据传,江泽民因此极为后悔,想模仿胡耀邦和赵紫阳模式,把习近平也弄下来。 香港前哨2015年9月号曾披露,江泽民、曾庆红在另计划刚被拿下之际,曾立谋说服一批,中共元老基人物与江派联手, 效仿当年中共八大元老,逼胡耀邦下台的招数,召开政治局会议,倒西废习。 曾庆红实施的策略是,趁习近平2015年3月下旬,外访巴基斯坦出席八国阅兵仪式之际, 会集包括李兰青、李长春等在内的一批正国籍元老,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, 企图以大笔数,通过罢免习近平的决议,然后在第一时间也电视、微信公告天下, 所有与会的委员,常委一起列阵亮相。 不论是境外军人还是中央警卫局的人,此时群龙无首,也没有胆量敢对抗如此阵容的中央决议。 爆料称,曾庆红游说胡锦涛时,一令计划被抓为由李建胡锡, 指责习近平遇见反腐剿密包括团、派在内的所有派系, 希望胡锦涛与江派联手,参与其策划的废弃计划。 不料,无论曾庆红说的怎样天花乱坠,胡锦涛就是坚决不松口,拒绝加盟。 据称,除胡锦涛外,李瑞环与李鹏也断然拒绝加盟。 这样一来,一些原本已答应参加的元老们,就纷纷打起了退堂鼓, 更有几个被曾庆红,私下游说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建设部队,便通过中办向习告发输成。 就这样,江泽民一手策划的,到习阴谋破产。 另外2015年11月2日,香港媒体再次传出类似消息,不过活动主角变成了江泽民。 署名中视的文章称,2015年1月初,江泽民一家三代,到海南省万宁市的东山岭风景区游玩, 当地媒体发出的消息称,江泽民在离开时,还意犹未尽地说江泽民到此,不需此行。 有北京消息透露,在江泽民游玩东山岭时,胡锦涛也在东山岭北边,20多公里处的琼海博敖东修。 与高调的江泽民不同,在海南东修的胡锦涛与以往一样,无任何消息见诸传媒。 消息人士称,江泽民与东修中的胡锦涛,在博敖曾有一次闭门常谈,但内容不得而知。 2015年12月底,有两个信息来源,分别证实了江泽民被软禁的现状。 罗瑞清之子罗友透露,习近平硬软禁了江泽民,江泽民的一点消息也透不出来。 港媒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披露,习近平为毒死江泽民继续干政,做了很多策划,部署,除了军改动作,还有警卫换防和禁止前领导人,私下聚会等措施。 外界据此推测,江泽民恐怕真的被控制了。